大家好 今天是6月20日 星期四 我見大家都留了言 有答案 沒錯 昨天的問題 就是C折 因為當年的C折 如果大家懂得回答的朋友 就已經暴露了 大家的一些古靈 因為沒有投資的年期 應該真的不懂得回答 特別是 過去6、7年的時間 C折的股價不斷 影響沉淡 現在更加之沒有人提及 但當年都真的戚測一時 甚至乎是藍醜 所以大家都很厲害 果然大家都經驗豐富 不知道也不要緊 證明大家都尚需學習 有些跟財經相關的範疇 不過也說了一件事 因為大股過去幾天的時間 彈幅 都真的令我驚訝 當然 我覺得這些市況 通常不發市 發市就當三年 即是當它升的時間 有些比較理好的消息 它彈上去都可以說是 合情理的 但只不過這一下的彈勢 就真的似乎是相當之厲害的 急勁的 還有因為今天也有些消息 今天好像有提及到 大家互相釋出一些善意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今次貿易談判 即是你說在G20 之前的時間 大家是有辦法談判的話 甚至乎真的有共識的話 你說追貨 沒什麼意見 但是呢 我是深存悲觀的 我是不覺得 真的有得談的 甚至乎 減息 因為現在看下去 如果以我們說的 利率期貨市場去看的話 減息是好像減硬的 因為你見下個月 減息的機會率好像變成 100%之餘 大家覺得是減1% 即是減1% 還是減1% 是這兩個選擇 但我傾向於覺得 是第三個選擇 即是不減 所以 沒有啦 看下事情如何玩下去 但是 我想 不知道 可能是那句 我比較悲觀 也覺得 雙方的 真假的問題 是科技的問題 所以其實沒得談 這是我自己的前設想法 所以 我會減1% 不過 現在還未減1% 也很特別的 我今天也 跟大家透露一下 因為 我的持倉率 我發現到 中資那邊的 比重 大概是3成左右 很多都是跟本地的發展相關 騰訊也佔了很多 那3成左右 騰訊也佔了大部份 所以 那時候 我減1% 基本上 內地的佔比 已經不多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屏寶 屏寶 有趣 屏寶 按道理 我在95元樓上 這位 即是開始多 我是想沽 但是 昨天的時間 即是看到 回購的量 是下一條 他回購了10億 這個量 是令我會覺得 是不是瘋了 大家都知道 他之前未提到 會回購股份 總數是 100億 人仔 但是過去 昨天的時間 已經回購了 10億 那一刻 我覺得有點驚訝 所以今天 這段影片 其實遲了 因為我想看看 他今天 究竟 會用多少錢 去做一些回購的動作 但是 誰知道 今天 他在做回購股份 的動作 但是 回購了多少 是300 股 是的 沒有聽錯 300股 即是幾萬元的東西 所以 你真的被 玩死 當然 可以說 昨天的時間 可能真的買得了 因為買得太誇張了 所以今天 可能買得比較少 但是 走勢的方面 是真的強的 所以 我暫時 都會移回 紅底股 作為一個 買賣的 參考 指標 所以 其他股份方面 因為 你問我自己 剛剛提到 我都比較想 審慎 所以 都不會看得太樂觀 如果再上的話 都會看著 28800 29 這些位置 我會覺得 你當我現在 在開會之前 大家不斷炒了這些 憧憬 有機會再試 不出奇 但站不站得穩 就來一回事 我自己是覺得 站不穩 這是我自己 前置的想法 先回答大家 有問一隻 617 那隻叫做 什麼 忘記了 什麼 趙廣 什麼狼 那隻 那隻 我都 沒什麼印象 沒什麼認識 但是 突然急升這些 我就很忌諱 所以 不知道 我覺得 真的 沒什麼意見 但是 第一天上次已經 這樣 這樣 今天也這樣 跌了兩成幾 那 不考慮 它不同的 中煙 中煙我會覺得 有炒掉的賣點 但這隻 好像沒什麼 所以就不建議住 當然有些不公平 因為我對它認識 其實不深 但是 變成 不敢買 不敢叫你 亂買 另外 特朗普 特朗普是難猜的 特朗普是根本上 你不能捉 只不過現在 這個情況 它有似 真的想可能 做回好的氣氛 幫它 這輪的時間 競選 鎮壓聲韋 那 都有些 顧分要跟大家 聊一下 有什麼顧分 第一隻 345 維他奶 維他奶的業績 好定氣不好 大家應該看很多節目都知道 應該都是 說它不好 是的 我看完都覺得 是不好的 但是在不好當中 我又會發現到 又未至於 一面倒地不好 有趣 其實這個想法 有點矛盾 明明是不好的 它又貴 然後業績差 股價也一路下去 其實是不好的 但是 要留意 他現在做什麼呢 他做一些加強 他這次的業績不好 原因之一 就是他加強一些 營銷方面的開支 可能你想多一些 宣傳 曝光 這些 其實在內地方面 是需要的 因為你看到 那個增速 其實是 在下半年的時間 放慢了 所以 如果他真的要加強 內地的發展的話 按道理要做多一些 這方面的功夫 所以 加強這方面的推廣 一開始 沒有遇到錯 但是 問題是 可能 要等一年半掌的時間 才能看到成效 還有 在這一年半掌的時間 究竟 它的股價 怎麼行 甚至乎 大家都知道 貴呢 它真的很貴 買呢 也不敢叫大家買的了 但是 真的 等吧 我會覺得是等吧 等下之後有沒有業績的因素 業績的比例是好的時候 再好都未遲 現在不見 大家考慮著 另一隻 就是 沙沙 不過沙沙其實很簡單 它的業績 不見得是好理想 只不過是差不完 還有 肯派息 所以 這個價格就彈了 但是如果兩隻比較的話 就是 維維他奶 好似直播一些 另外有一間公司 都發現不景 另外有些意外 是哪一間呢 中電 它明顯是因為 一些相遇的減值 有一個很大的 減值 和變相之下 上每年的業績 其實有機會虧損 好少可中電的業績會虧損 但是 這些是非現金的項目 所以 影響性 其實不大 反而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 澳洲的業務 在大陸的時間 因為有些叫做新的 可能跟一些 價格管制的因素 之後 賣電的電費 會跌 公司也預期了 今年的下半年的時間 其實電費那邊 可能利用方面 會減少2億5千萬 跌3億 而這個項目 一年大概 例如 剛才說下半年 在上半年度的時間 這個業務 大概是 利用方面 大概是 7億多 所以意味著 這次這件事件 對於它的影響 其實很大 有大概 三分之一 一半左右的盈利 因此感而少了 是有些影響的 不過 因為本身有香港的利用管制 所以 中電的前景 看法 會比較審慎 其他 有些 公用股 今天也看到 煤氣 打得上去 823有一彈 這些就 沒辦法了 第一 美國90年期的價值 跌了下去 第二 大家都覺得 經濟可能有什麼 暗湧之下 大家都會減少 一些公用類的辦法去買 所以 現在是局賣 有貨的東西 都可以考慮一下 拿著它 另外 今天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消息 或者這段時間有沒有 特別的消息 印象中好像沒有什麼 明天好像是大 快匯出業職 我印象中好像是 不坦定 明天 我再跟大家 分享一下 還有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隨時 留言給我 我都會找到 大家的問題 今天就 到這裡了 明天再見 拜拜